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代表些甚麽 3、2、1 開始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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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砌機械人難不倒他們 用3D打印幫馬蹄蟹做耳枝 還有自動收衣機 這就是自動切碎食物機 甚麼食物都可以 不一定要切玻璃包 香港有沒有足夠的支援 給學生STEM起來 三湖其實互相霸地盤 互相去拿一個領空 這班中二至中四的學生 由西貢碼頭出發 經過45分鐘的船程 來到香港著名的珊瑚區 對熊降環 稍後我盡量靜止一點 放鬆一點 不要太大動作 你就會容易看到很多魚 這十幾個學生 是學校生態小組的成員 第一次來到這裡 希望了解一下香港的海底世界 一二三 一三 一三 好 有得實地去觀察到水泡是怎樣的形態 也是挺新奇的 挺新鮮的事 引發起我的好奇心 想知道是甚麼 為什麼海草藥這樣形狀呢 你試試幻想一下 如果它在水泡 為什麼它不做一條很大的一片 好玩 因為在課堂看的時候 可能只是看一些書 看到原來香港有些珊瑚 我知道了就算 但原來清新經歷過之後 感覺特別不同 游開一點 找一個你看到珊瑚新鮮的地方 然後在水裡不渴一點 本身主修生物的校長劉振紅 近兩年在學校積極推動STEM 他認為STEM強叫的是 學耳之用 今天這個活動 就是他們學校的珊瑚繁殖計劃的一部分 我也希望可以透過學生的觀察 去看到真實珊瑚生活的場景 而在我們人工的環境下 在學校裡 模擬那個場景出來 學生其中一樣要考察的 是了解海水的酸鹼度和礦物質的比例 我們就想看看 真的在海底裡繁殖的珊瑚 他們生存的環境和我們學校的相差其實是怎樣呢 我們學校可能會再做一些調整 你覺得很有趣的時候 我自己的好奇心比較強 所以很想去繼續知道 現在流行港的STEM 四個英文字母代表科學 科技 工程 和數學 2001年美國最先提出 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的教育趨勢 同學現在幫我調教那部機器 去調教幾種不同礦物質的成分 其實科學是沒有分3CAM擺的 譬如我下面的海洋珊瑚浴缸 裡面你可以說有擺礦的東西 但只是擺礦是不行的 因為裡面可能牽涉很多化學元素 那些你要知道水裡面的圖片 如何影響它 又可能牽涉到光 因為光會直接影響到珊瑚的生長 所以我覺得STEM是一個好的平台 是將不同的科目去整合 本港學校的課程規劃 每科的界線都很清楚 一時間要打破學科的框框都不是易事 他們是生物科和物理科的老師 他們正在構思中三的科學堂 教學生自製分離器 利用離心力將魚的血含有的成分分離 當我們做完離心分離的時候 在外層那些就是密度高一點的物質 一向而來科學堂的實驗 都是跟著步驟做出預期的結果 王Sir說STEM最不同的是講求創新 我們都希望他們可以有一些創新的 有些製作的過程 他們可以做些東西出來 我覺得是深化了實驗的精神 這個實驗 幾個老師用了一個多小時去準備 從所周知 就是我們做老師 就很多不同的忙碌的地方 始終我們去實踐一個STEM 始終都是一個新的東西 學校需要多一點 無論時間也好 即是一些資助也好 其實都要給老師有多一點空間 其實如果我將一些需要去做離心的東西 黏在這一塊旋轉的卡紙裡面 其實我都可以做到一個很高速的旋轉 我們分離就是血液 找一條魚 拿一些血液給大家試 很簡單的一件事 但是你不會想到它可以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科學是一個創新求知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也可以做到很多新的東西出來 經過高速旋轉 成功將血液的成分分離 比較深色的部分 就是密度比較高的紅血球 其實如果我們做STEM 很多時候老師都會問一個很實在的 其實家長都會問 考DSC 我跟書教也考DSC 為什麼我要做這麼多東西呢 我講課題五分鐘 做個LAP要五十分鐘 其實我們做STEM 就是希望動手做 只要他將學的應用到生活 他就覺得學得有意義 他就有興趣 如果學的東西很抽象 學完之後應用不到 他就覺得考完試就沒有了 好 好 2015年施政報告正式將STEM 列為教育重點 但是到目前為止 怎樣教STEM都沒有共識 有人覺得STEM是將科技和工程的知識 深入現有的數理科 有人就覺得 只要涉及動手製作就是STEM 近年政府先後向中小學提供一筆過二十萬和十萬的撥款 之後坊間出現了很多STEM的課程和教材 STEM成為潮流 而這間學校就是全港四間STEM專業發展學校之一 一個星期平均都有兩三間學校來參觀徐京 我這二十萬不是要買一些東西回來 我不是只買幾個3D印刷回來 編了幾樣東西放在那裡 那二十萬是需要用在老師的訓練 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如果我不能夠使用這二十萬 我今年只做了一個program 完了 這樣的話 你明年去必須資源再去做這件事 帶學生來參觀的老師都說 政府最重要是做好師資培訓 你問是吃什麼 吃其他東西 在學校裏面我們調配資源 我們可以請到一些對這方面有興趣 有能力的老師回來擔當他的角色 那這個就可以做一個發展 小學其實大部份 我們是常識科老師都是文科出身 比較在數理方面的專業試飾 是模擬比較弱些 如果是有更多的資源可以協助到老師 提升到老師在教授科學科技範疇 或者推行STAM會更加靈活和有效 這天有一個機械人比賽 有過百個小學生參加 由於要在小學課程中 推動STAM的難度比較高 很多學校都會選擇 以課外活動的形式去推行 機械人興趣班就是其中一個業滿的選擇 好 3 2 1 開始 比賽是鬥快用機械人 將水樽推出去桌邊 一共有四十多隊的參賽隊伍 6年級的貝賢是隊長 他2年級就開始組裝機械人 他去過內地和南韓參加比賽 經驗豐富 我們的齒輪組學是用了比較大力的 因為場不是很大 容易碰到對手 我們就以力量取勝 她們三個女生一直打到四強戰 終於遇上敬敵 最後四強止步 沒有辦法 不要緊要 太大了 OK來的 OK來的 比上年好多 但都剛剛好 拿到去美國比賽的資格 她們十五個 十五個對機械的事 全部都是很有興趣 不只是男生 女同學都是 現在他們是小學生 可能我們做小學老師的 提供一些資訊給他們 可能去到中學 甚至去到大學 這些可以自己去上網找 這是他們學習的過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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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 停 除了中 英 素 科學 這些傳統的學科 這些中一學生 還要修讀一個很特別的科目 叫做創客科 即是落手落腳 去製造一些創新的物件 我們有防滑箭 下面還有防滑箭 所以長者不會那麼容易陷下 他們上個學期已經學了怎樣寫程式 怎樣設計和製作一件產品 下個學期 他們要發明一件智能家居用品 改善長者的生活 所以今天就來了這個智能長者家居中心 找創作的靈感 我看了幫助長者生活的一些用品 例如一張床可以折起來 可以加其他應用在這張床 例如床底會有一些按摩球 長者在墳墳也可以限制按摩 如果下雨的時候 它會收回來 因為水的感應器 就可以讓它自己回來了 中二的何澤明 上年在創客科和幾個同學 一起研發了這個智能修衫機械臂 下雨會自動修衫 這一天 他們當自己是產品開發家 向廠商推銷 有沒有廠商有疑問問題 或者是挑戰一下產品 是否真的可以的 有沒有這些問題 如果它整塊東西 這樣放在老人家裡 是很不方便的 還有如果太大 那些零件外露 那些老人家如果不小心 有些電線就會觸電 如果金屬的線外露 可以用碳纖維 比較輕身 或者可以用其他輕金屬 去防護金屬的電線 在外國很多的研究 小孩子越小的創意越大 如果你現在給我一個杯 我只是想一件事 就是拿去喝水 但是反過來 你給一個杯的小孩子 可能一些小孩子 他可以很多東西 拿去當一個槌子打東西 可能拿去當球在地上滾 不要騙殺他的創意 你給他試 我們覺得現在整個社會 很多時候 社會真的沒有了這個訓練 這裡本身只有一層架 可以下面再延伸一層 兩層會不會 就是效力好些 但是如果好像你們這樣說 有一定的困難 會多了很多次量組 何澤明說 這個小小的發明 來來回回都改良過 很多次 除了編寫程式 對機械結構都要很熟悉 齒輪比有兩種分別 一種就是小搭大的齒輪 但是這樣就會過慢 不過會有力 就可以將衣服這樣推上去 第二種就叫做大搭小 這樣就很快 不過會有意外 因為它不夠力 我就不是覺得很難 因為本身自己都對這一科有興趣 以前小時候都會將一些LEGO 將它砌砌砌砌砌 加深了對引擎的興趣 第二天我自然都是想做一個ENGINE 因為藍光 它就會對殖民的氣候 還有它的葉綠體會有幫助 對殖民和媽媽來到這個關於創新科技的職業教育博欄 何太說現在學校推行STEMP是一件好事 不需要死讀書 我覺得 不用死讀書 這個科技的東西 可能將來也給得100分的成績 會更加… 前景可能會更大些 何澤民說自己墨書考試不厲害 但是創客科就得心應手 這科是我上學的動力 否則我覺得好像學校沒有樂趣 我覺得自己的專長也不是在寫字方面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文人 這個就是自動切碎食物機 小朋友創意多多 但是現在中學文憑史 著重的是文字的表達 STEMP所學的東西很難發揮出來 就算我校這樣說 我去到大概中五、中六的時候 學生都真的可能要停一停 回到學院 因為現在始終我們面對的困難 就是大學的入學門檻那裡 都鎖得挺緊的 STEMP在小學初中百花齊放 但是去到高中 不少校長都反映情況大逆轉 選手和STEMP相關科目的學生 越來越少 很多國家科學和數學都是高中生的必修科 但是港科院在一月份發表的報告指出 香港大約一半的高中生 是沒有選收任何科學學科 在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前 末代會考的附加數學修讀率有兩成半 而相對於新高中學制之下 高等數學M1和M2的修讀率一路下跌 上學年跌至一乘四 這個比率遠低於鄰近國家或地區 例如日本的收毒率高達八成 台灣超過六成 新加坡也有大約四成 考評高的秘書長出來說 從三十幾四十個百分比 一路減減到一半 現在十幾個百分比 十五個百分比 都不夠 十五個百分比 都不夠的學生去選M1和M2 這個真是很… 有時候說得逐點是閉加火 這對香港創科的將來 而數學必要的技術是沒有的 現在中學問憑市 中、英、數、通識四科是核心科 大學修生普遍會計多兩科選修科的成績 一共六科 為了提高入大學的機會 八成二的學生不會讀多過六科 讀的科目遠小於會考的年代 高中是因為考試制度 因為大學修生的要求 同學就變成取考或者編成 唯有得最高分 就讀一般所需要的理科的 就少了 甚至文科都少了 因為它是容易學科 所以雖然DSE 希望文中有你,你中有文 現在發覺是文你都不行 香港大學理學院 下個學年開始會取消天文學 以及數學及物理學主修 校方解釋 是因為過去幾年 修讀學生的人數只有個位數 而和數學物不可分的工程學院 幾間大學也都因為高等數學的 修讀率下跌而大受影響 Ivan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一年級的學生 他自小就對數理工程很有興趣 中學的時候選收生物、物理和化學 Ivan很早就知道自己想在科學工程的方向發展 所以高中的時候也都曾經修讀過高等數學的M2 我選擇M2的原因 我就是知道微積分會在大學任何課程都十分有用 所以我就選擇了去讀 因為我知道就算我現在不讀 我之後也要讀 我現在讀了有什麼所謂呢 不過就算學科多有用都好 上到中五考慮過考試策略之後 他決定退休M2 我去到中五下學期的時候 我就要更加把握自己的時間 在工程中考到一個好的成績 M2雖然他對我很有幫助 但我覺得要放很多的時間 比BKB放更多的時間下去 才有一個比較好的成績 Ivan後來考入了中大工程學院 他跟學院裡面兩成的學生一樣 中學文憑史都沒有考過高等數學 要強制修讀數學課程去補底 但是他說幫助很有限 就是第一個學期講微積分 就要用那個學期去pick up 所有在中學學過的微積分 之餘還有一些新的東西下去 所以其實是十分之十分之困難 大家好 我來自香港中文大學天石機器人研究所 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 政府推動STEM是一件好事 但是希望政策可以更有連續性 不要去到高中就斷層 我不希望一開始令他們很開心 很衝動很興奮 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突然說考試一盆冷水滑過去 甚麼都煞停了 這樣我們是不想見的了 當然我們要看得更長遠 因為如果我們能夠培育到一些好的工程師 對於我們未來的工業是有幫助 對於整個社會的經濟也有幫助 所以不要經常我們所謂 我們只要吃老闆 只靠著炒炒針 真的要有些實熱出來 YES!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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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鍵